蘋果 蘋果宣布將於今年7月26日關閉照片串流服務 所以很多人開始擔心說自己的照片會不會不見 或是說一定要花錢購買還靠空間來儲存照片 其實這是一個誤解 其實我的照片串流是一項選擇性的服務 並不是每個人都有使用 你要知道自己有沒有在使用我的照片串流這個功能的話 可以到設定 照片 找到照片 你看你有沒有開啟我的照片串流服務 如果你有開啟的話 你自己的照片裡面 就多了一個我的照片串流相簿 其實 你只擁有一部iPhone的話 是不需要開啟我的照片串流服務的 我的照片串流的意思是 如果你用iPhone拍的照片 或是iPhone上儲存的相簿的照片 就會自動串流一份到我的照片串流服務裡面 只要你的iPhone連接Wi-Fi網路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把你的照片串流到你的其他Apple裝置 像是iPad Mac 或是iPad之類的 其實你的相簿裡面 跟我的照片串流裡面 有1000張照片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照片是一樣的 其實你的照片串流服務不見 到了7月26日關閉 並不影響你的相簿 它一樣在你的原本相簿裡面 所以不需要擔心 你也不需要去花錢 一定要購買 還靠相簿來使用 其實你還是可以原本 用本機的 把所有的照片都存在iPhone裡面就好 並不需要一定要用雲端相簿 你用你的iPhone 雲端相簿的好處是說 你在iPhone上拍的所有的照片 會自動幫你同播到你的iPad 和Mac上 類似於現在我的照片串流的意思是一樣的 只是說我的照片串流 一次只能串流1000張 然後保留30天 然後iPhone相簿是 無數張照片 然後永遠保存 自動在你的裝置上全部同步 所以就算今年7月26日 iPhone串流關閉 也並不影響你在iPhone上的照片 然後你也未必一定要花錢 去買iPhone空間 你一樣可以繼續用你自己 把照片存在iPhone上 除非你是想 在你的所有 從蘋果裝置上同步所有照片 你才需要買iPhone相簿來使用 iPhone相簿一樣是在你的設定照片裡面 在這邊 你也可以選擇用iPhone相簿 或是不使用都可以 希望這樣有解釋清楚 非常感到擅在你 好想請 好想請 謝謝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